思维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叫较低的层次 较低层次的思维的特点是无反省 就是我只是凭着我的想法做事不反省 我从来不认为我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包括我见过很多人打孩子 打孩子觉得这有什么好反省的 我打他还错了吗 他根本不觉得打孩子有问题 跟日本的关系不好 我们就砸日本车 他根本不认为我们砸日本车有什么问题 他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他没有想过那些车 其实也是中国人的车 他没有想过那些车 其实也是中国的工产生产的 他根本没有思考过 我该不该去做这样暴力犯罪的行为 然后低技能混合而成的水平 经常依赖直觉 具有很大程度的自立特征 这就是我们说低层次的思维方式 第二种是思维的高级层次 这种人会怎么做 叫做选择性反思 他有着比较高的思考的技能水平 但是他缺乏一贯的公平合理性 在诡辩方面很有技巧 这种人通常具有自我蒙蔽性 他对待自己跟别人是双重标准 然后在对待别人的时候 他特别讲究逻辑 特别讲究公正 特别讲究一切 这套思辨性的这种体系 但是对待自己的时候 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是这样 所以他虽然具备思维的能力 但他并不具备真正的批判性思维 然后第三种人是思维的最高层次 他的特点是反省外显化 什么叫反省外显化 就是我如果做错了 我要告诉别人 我知道我这事做的不对 我公开 我让别人都知道 这个叫做反省外显化 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 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 当年英法联军到中国大肆搜掠 然后抢劫了这个圆明园 之后有一个朋友就写信回去 给维克多余果 说我们这次收获太大了 你没跟我们一块来 你真是吃亏了 你看我得了多少好东西 给维克多余果列了一个清单 然后余果给他的回信 就是说你们做的这件事情 让法兰西特别的丢脸 你们是在做强盗 你们非常无知也无耻 你们给一个伟大的民族 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你们竟然还有脸到处宣扬 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听这个想法 如果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讲 会觉得余果是个好人 如果作为一个法国人理解 有没有可能认为余果是胳膊肘朝外拐 当你认为它是胳膊肘朝外拐的时候 你不具备批判性思维 因为你考虑的是私立 是立场问题 但是从这件事 到底对不对这件事来讲 你会发现 余果是一个具有高级的批判性思维的人 他能够从是非取直来看待这件事 而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法国人 还是一个中国人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就是最高级别的批判性思维的特征